台鐵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第一個是行車安全 第二個就是不要霧點 要非常準時 可是台鐵這幾年 被詬病最多的 就是斷軌到處發生 還有包括出軌 甚至還有嚴重的霧點 有些路段 還有非常嚴重的貪方 狀況這麼多 但沒有想到 現在的台鐵局長張正元 他下個禮拜就即將要下台了 他居然要花800多萬出書 宣揚自己的政績 這真的事實上 大家覺得怪怪的 因為張正元是2018年11月 臨危授命 因為當時出現那個 翻覆 火車翻覆的出軌的事件 所以非常嚴重 所以他緊急調來當台鐵局長 然後調來台鐵局長的時候 他馬上下個禮拜 1月15號就要退休了 退休之前弄了一本書 叫一張通行改變的車票 他是一套書 對 其實一套總共四本 決標金額884萬1千塊 書 我是沒有出過書 朱大 朱大 出一套書四本書要花800多萬 這是 這框金的吧 我老實講我以前是出版社的 所以他這個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印多少本 因為這跟他印的數量有關係 這要賣的耶 可是送的 是啊 這還要這麼貴 但是問題是我真的很疑惑 除了那種超級鐵道迷 誰會去買 誰要買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有啦 鐵路局規定每人買幾本 沒有 他自己的員工買 他們員工有1.5萬人 他要印購幾本 1.5萬人 一個人兩套也不簡單 因為一般 其實不要說是書 我覺得台鐵做出來 很多東西都自銷在那邊 都沒有賣出去 我們待會會提到 對 那書宰 你知道他裡頭的內容是什麼 張正元上任之後 為台鐵帶來的性觀念 性刺激揚 走遍千山萬水 握緊每一雙手 輕力輕微各項改革事務 對內凝聚員工信心 除了對內凝聚員工信心之外 我覺得之前上一段 好像都是從蔣經國傳記流查 對啊 因為他講得也像蔣經國 感覺後面還會寫到 他看到魚 這個力爭上游那種感覺 搞不好那個魚都逆流而上 所以我就覺得 會不會太誇張一點 他才不過在台鐵兩年而已 然後請時任交通部 政務次長張正元 轉任台鐵局長 加速推動台鐵的改革 明明就是你台鐵出了大包 他得不來的 市長去當台鐵局長 其實有點被降級的感覺 實際上是一個 我講的就是一個篩康 結果你還把他講了一部 很好的樣子 然後首先從安全開始 成立營運安全處 努力確保行車安全 為社會大眾提供一條 安全回家的路 請問一下大家覺得台鐵 這兩年行車很安全嗎 有這樣的事情 有這種感覺嗎 我看到那個斷軌 斷了44公分 而且三年斷了9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你也要至少講事實 沒有 你至少把好的跟壞的都講 那我就沒有意見 你全部都在講好的 那就很噁心 這就是歌功頌德 實際上這本書 不知道是不是時間因為太趕 他裡頭有一段叫 有一個章節叫 相規學跳舞 感覺上就是一個笨拙的 相規學跳舞 好像就是慢慢這樣子 慢慢爬起來 帶領台鐵的改變 可是他連那個字都打錯 叫稿沒叫好 龜打成龜 對啊 打錯字 花了884萬 還定證錯誤 是 那這樣 884萬現在是怎樣 不過我確實覺得 他有一個地方很像相規 是 臉皮厚的程度很像相規 我不知道相規臉皮厚不厚 這樣就問相規 像他龜殼一樣 所以台鐵員工很有意見 你要知道台鐵是一直都是一個 超級虧損單位 那員工的福利也很不好 已經有很多次的這種 勞工抗爭這些東西 結果你不把這些錢 花在勞工身上 員工身上 結果你現在出這個書 所以員工說出版時機很敏感 好像在宣傳局上好棒棒 這是幹嘛 他退休的大禮是嗎 送到一個884萬的大禮嗎 那你又比改善機物狀況重要嗎 台鐵的機物狀況 不是每天都在出包 他說我覺得這句話最重要 一個真正好的政策 你自然會被記得 很簡單 人家自然就想 台鐵當年就在張正元期時候改變了 那你不要讓人家記得 台鐵就是在張正元的時候敗壞 那不是更糟嗎 那交通部這時候講 你為什麼會花這麼多錢 我感到很困惑 若是合理 請說明清楚 那可是台鐵有回答 張正元有回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你交通部叫我們做 你知道張正元一直在回答 他說你交通部叫我們 各單位要表揚自己這幾年的 做出來哪一些成績出來 所以我就遵照你交通部的指示辦理 他... 但沒有表揚你自己 是啊 所以這個 到底是會錯意呢 還是硬拗呢 還是他們會錯情 表錯意 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到底誰說的 對 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但台鐵這幾年來 真的讓大家很憂心 我們光這半年而已 你看2020年去年8月而已 春露公司半年就豪吞台鐵標案 1549萬 比1450還多 那這個就已經引起很大的爭議 然後到10月的時候 先是斷軌 就我剛剛講的 剛剛你講的 而且我們後來才發現 這不是第一次 三年已經出現九次 我們每天經過斷軌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這多恐怖啊 然後10月的時候同樣 巡軌車你買了五年爆發出來 驗收11次沒過 我看這個巡軌車都怪報廢了 這兩個是因為護衛因果 是 護衛因果 就是因為你巡軌車沒過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包 然後12月的時候 發生最著名的 喉洞這邊直接沿盤走山 本來這是天災沒辦法 可是一休休了快兩個禮拜 不是搞死人嗎 然後也是一樣 這個是12月到1月 大家去看元旦的曙光 結果明日號 明日號一定是趕在曙光出現之前 結果霧點 這是台鐵的優秀傳統 霧點了70分鐘 人家差點連曙光都看不到 那這樣子還不需要去改善嗎 那我覺得我們的林家床部長 真的是很會講話 他說台鐵的品牌價值 建立在便當上 意思就是說 這個實際上是台灣便當局 因為安全也做不到 服務點也做不到 只好賣便當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還出這種不出軌 鋼軌扣夾200組 結果還賣不出去 他說保證不出軌 可是沒有人敢買 因為你一聽到我出軌 我買了之後 那我是不是保證會出軌 這是吉祥物還是代曬物 還是詛咒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先把事情做好 再來搞這些有了沒的 行車安全很重要 防疫的安全也很重要 可是全台灣的防疫旅館 現在已經出現 嚴重不足的一個警訊 而且南北不平均 問題越來越嚴重 甚至有人說他花了兩千塊 一碗兩千塊 但是住得比監獄還要糟糕 還有人在這一些 防疫的旅館裡面 居然發現了用過的保險套 這代表什麼 我們先提一個重點 因為1月15號 反台要一人一戶 因為之前是一人一室 所以看到這個宣布 我覺得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提高警覺性 因為他把防疫的規格拉高了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好事 好 但是有人就釋出照片說 你看中央所提供的這個 檢疫中心 你看住的這個樣子 然後人家一看說 天啊 這個太心寒了吧 兩千塊 這好像以前 我老實講 以前我們出差的時候 公司說一天最多 不能超過六百塊錢 我住的就像這樣子 可能還有蟑螂從下面爬過去 這個有點像以前比較舊的銀社 譬如說排長或連長 他自己的這個房間 有沒有像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電風扇 然後你看 現在用不到 然後你看網友說 當兵的時候都住了比這個好 這是什麼什麼小對不對 一天兩千塊 真的不願意住 這是非洲國家嗎 我們還停留在70年代 好 沒關係 那你不想住這個 你不滿意 因為你覺得 這個一天要兩千 結果我剛才講 大概六百塊 說真的 我以前自己出差的時候 六百塊現在可以住得比這個好 還好一點 但我講大概就是這個規格 好 沒關係 那你覺得說兩千塊 這樣子你不願意 那我們就去防疫旅館 這個也OK 但是中央把規格提高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管理這些防疫旅館 既然有網友發現 防疫旅館既然發現保險套 但我其實在想保險套 什麼時候要用 這個要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其實有人說 一個人會不會用 自己來的時候也會用 但是我就想說要浪費 這樣要浪費保險套嗎 我想很久 我想應該還是不治癒 因為你不用也是繳回 對 很奇怪 但是當然大家就想說 會不會旅館清潔 沒有做好清潔 也不對 最害怕的是你帶人回來 對 你沒有做好清潔也不對 怎麼會有 那就是是不是沒有做好管理 然後帶了人進來 你現在不是一人一室嗎 我覺得沒有做好清潔也是有可能 但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不是 這個我覺得 我高度懷疑 絕對不是沒有做好清潔 當然這個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忠諺說 這可能很久以前 這是在講什麼 很久以前留的 很久以前留到現在 然後我住防疫旅館 我進去我看到 我比老鼠還可怕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以前遺留的 但你也不能不排除說 他是現在發生的 好 那沒關係 但至少我覺得 就整個防疫旅館管理的態度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農曆年很多台商要回來 我想應該很早就知道 不過我補充一點 如果你真的帶人回來的話 是要重罰一百萬 沒錯 所以提醒 這個要注意 如果居家檢疫的人 千萬不要醫生釋法 所以我覺得他為什麼不追查清楚 到底有沒有帶人回來 所以調劑士系就知道了 對啊 好 然後現在就像這一位葉小姐 他就因為他回來台灣 那他老公 那你是不是要住防疫旅館 OK 因為我不想住這兩千萬 他很好住防疫旅館 結果打去1922問說 1999 他先打去1922 先問說因為都問不到 怎麼辦 不然你老公住家裡 你自己搬出去住 可是我有很多房間 因為以前你一人一室 現在變一人一戶 而且更可怕的是打去 公務員很多人都不知道 公務員不知道說 現在改成一人一戶 公務員後來怎麼知道 看直播 看我們節目才發現 你這個行政上的溝通 好 那怎麼辦 他就打去1999 1999問問問 後來終於問到 王朝大飯店 這個如果住14天要8萬多塊 那又問說那怎麼辦 還是一個答案 那你自己搬出去住 你自己出去你就可以住到 不是防疫旅館 就很便宜 怎麼會變 可是就找不到 對啊 怎麼會變這樣 而且明明不是說有一半的空 防疫旅館還有一半的空間 可是後來發現 根本南北分配不均 因為大部分都在北部 所以南部有很多 他說不然你去高雄住 問題是如果我去高雄住 這會不會中間交通上 可是中間的交通會不會違規 還有一個我們有防疫的破口 你看這裡剛才講的保險套 已經可能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防疫旅館 現在如果拉到高雄去 會不會又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中央的講法是什麼 我剛才一直強調 一開始我就強調 規格提高了對不對 你中央硬起來了 就好像之前超前部署 那你面對農曆年台商回來 是不是也要超前部署 你是不是要想清楚 我的防疫旅館 我要怎麼配置 我要怎麼佈局 好 現在中央就丟一個說 不然我們來試看看短租好了 誰要短租 租了 如果我真的做了短租 為什麼旅館現在很多不願意配合 因為之後有沒有人願意 來住防疫旅館 我知道你之前住防疫旅館 有期於過你那個檔次 對 我那個生意最好做的時候 然後結果我現在變防疫旅館 然後等過完年以後 也沒有人要來住 那我生意怎麼做 好 那現在變成六都又不同調了 你看北市府說 他要增加這個檢疫的房間 新北市說統一徵用 就是說中央應該要試各縣市總一徵用 我覺得這句話很好 你中央為什麼不同一徵用 結果現在六都不同調 那中央對防疫的態度 到底是提高還是忽視呢 下個禮拜就要罷免王浩宇了 王浩宇本來下了進口令 但是還有最新的一個做法 他去威嚇霸王團體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